好了,回來了 梁朝偉就在第八十屆威尼斯影展 獲領終身成就金絲獎 這位是第一位獲得殊榮的華人演員 誰頒獎給他呢? 就是李安頒獎給他 李安和梁朝偉有哪一齣電影合作過呢? 就是釋戒 釋戒的那齣電影當然是令到很多人的人生軌跡有很大的改變 湯唯就是因為這部電影 搞到在國內被人封殺了 這部電影...現在又說釋戒的這部電影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這部藏戲 其實一直都有傳聞的 就是湯唯和梁朝偉是真做的 是假戲真做 那究竟是不是? 老老實實 我也不敢說 哈哈哈哈 我也不敢說 你要問問大馬sir才行 如果下次有正向五間直播 你就問問大馬sir 究竟覺得釋戒裡面 梁朝偉和湯唯是不是真做的? 因為梁朝偉在那部電影上露了噹噹的 有人說彈彈,露噹噹的 他在李安那裡接過獎狀之後 就流眼淚了 他很感謝香港電影的栽培 也很感謝台下的太太劉嘉玲 他說要把這個獎狗和41年來合作過的所有人分享 並且將他獻給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現在還有沒有可以做? 這個我稍後可以多說一點 香港電影是還可以做的 不過呢 我的看法就是 再搞合拍 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香港也是要做回自己的特色 但是 香港的演員就要預計了一件事 如果你不是拍合拍的那些事情 基本上 就要預計了片酬就不能太高了 因為 杜其鋒好像之前也出了來講 就說演員的片酬太高了 李安 他就稱讚梁朝偉 能夠讓任何一部電影獲得提升 那麼梁朝偉呢 就有一種能夠感動人心的眼神 他是的,他很厲害 這個眼神就勝過很多演員的一大段獨白了 其實就是 這是真的 那麼 梁朝偉主演 悲情城市三輪車夫 以及色介 都曾經拿過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禁絲獎的 其實就是 現在有些傻友就說 香港電影 比如說動作片那些 現在輸給韓國那樣 這個是沒辦法的 韓國他們電視的尺度都可以很暴力 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的電視 因為很多時候電視和電影都是同一班人做的 有很多人是做了電視一段時間就去做電影 因為電影是比較難的 嚴格來說 因為電視呢 你拍劇集就 很多時候 我不是說全部 很多時候就 不需要 這麼精益求精的 你拍電影呢 我的理解就是要精益求精的 電視其實說真的 因為大家知道製作成本有限制 有些事情是隨便的 我也明白的 電影就 精益求精一點 還有大屏幕有些細節當然要做好一點 為什麼你說韓國 他們 這個動作片也會比較厲害 他們的演員真的 拍很多 電視的時候已經拍很多 暴力打人的那些片 拿一顆棍毆人那些 他們是很多的 其實是 喏 那麼 其實 ET就說笑死人真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做 你要問一下他們才知道 其實這個一直都有這個傳聞 湯圍他也沒有直接回答是不是真做 我也說真的 如果你說韓國片 你們談談韓國片 他們現在拍暴力的 是拍得比香港好 動作片 是不是真的比香港好 我不敢說 但是如果單純是說暴力的 血漿都流出來了 血腥的 我的看法就是韓國是拍得很血腥的 現在 為什麼香港電影沒有以前那麼血腥 我告訴你 韓國拍片是不准那麼血腥的 我告訴他真話 其實韓國拍片是限制了香港電影的 雖然國內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但是 韓國拍片是令到很多東西都拍不到 很多題材不能拍 其實香港電影就是 老實說有些東西 你說韓國拍片是不是能幫到香港 其實 如果你好像黃晶那樣拍就行了 其實要看你怎麼做 像黃晶拍澳門風雲那些 你看完好像沒有看 為什麼說看完好像沒有看 你就看了一個多宗的娛樂 黃晶的電影是這樣的 商業電影 你說有沒有藝術價值 很老實說 你叫澳門風雲 應該有大陸的片名字就叫賭城風雲 你看完之後沒有感覺 很多人都看完沒有感覺 其實 你要遷就內地市場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現實就是 遷就內地有些東西 其實是不能拍的 現實就是 強勝就說現在國內拍電視片集 還賺錢多於拍電影 因為 電視片集有人包了底 國內也有人多 國內的生態又不同 看 韓國那裡其實他們 電影和電視那些人 都是到處走的 但是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就是韓國人 他拍的那些暴力鏡頭 他們是很盡的 那個尺度是很盡的 就是 他們還有收費電視台 收費電視台 他們那個尺度 就更加離譜都可以的 還有一些題材 就是韓國他們 現在好像沒什麼禁忌的 好像是新近 韓國 你們說韓國我也說一下而已 不過我可能下次有機會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他有一套新近的 就是國民死刑投票 有一套劇集叫做 在SBS製造的 在Prime Video也有得看的 那一套 其實 那一套劇 那個題材是 很恐怖的 就是 詳細我不說了 但是他其實是可以在 一般電視台播放的 你在一般電視台播放的 那其實就是 你在香港現在想不想像到這些東西 是想像不到的 其實 香港人的口味就是獨特的 我也要說的 看電視香港就是想 開心笑一下娛樂而已 香港人看電影 又是另一件事 現在你看看《得》的那幾套劇是什麼 近來《得》的那幾套劇 如果沒有搞錯 就是 《正義回郎》 《正義回郎》不是合拍片來的 但是他也很《得》 他算是 票房是很好的 另外 有一套就是 王子華那一套 那一套 那個什麼大狀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那個《難口大》 即是 他的嘴巴很壞的 《大狀》 《淋》什麼《水》 忘記了 那個戲名我也忘記了 但是他又是很修得的 再之前就是 古先生那一套 明日戰機 其實近期只有這幾套而已 有網友應該可以說出戲名給我聽的 我也不知道 什麼《大狀》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 王子華那一套最好賤的 就是王子華在那一套戲裡面 他們那一套戲也不錯的 很多人都 《毒蝕》 Kitty 什麼也有說的 《毒蝕》 我也不記得 為什麼會不記得呢? 其實有時候真的不記得 現在中過新冠之後 記性是很差的 還有 你說他的戲 說真的 我有沒有看過 當然有看 但是 你說是不是真的 覺得很好 我其實覺得值得看就是明日戰記 但是很可惜 明日戰記就是在外國的戲院沒有出來的 那麼 毒蝕大狀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在內地也能上得到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 他在內地也能上得到 他在內地就不記得叫做毒蝕律師還是什麼的 他好像改了一個名字 在國內就 另外那一套就上不了了 就是《正義回朗》 但是《正義回朗》那一套其實就簡單一點 因為他的演員又不用什麼卡士 說真的 那一套就簡單一點 那麼 這張就是王子華本人也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清楚就說毒蝕 我覺得比《正義好看》 其實 《正義回朗》是三級片來的 你要記得 這些就上不了大陸了 還有 他的《正義回朗》裡面有些 說真的是非常兒童不宜的 尤其是說那個 殺人犯的心態是很變態的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就說其實內地人都是喜歡看完美港產片 如果是合拍片 不如看內地自己拍 其實這就是 我認為 現在 大家都要認清這個事實 如果你要一些人來香港看電影 你就只能夠拍一些電影 老實說 是有很多 gimmick的 在內地就沒辦法上 那就可以帶動到香港那個 就是來香港的人的量 之前為什麼呢? 為什麼說起這件事情又會說 香港做一些電影是在內地拍不到的 才會有人來香港看電影呢? 我舉個例子 釋戒就是 當時有些人坐直通車下來看釋戒的 我有一個朋友在廣州 小資產階級的生活 所謂的 就是下來香港看完釋戒 看完吃過飯 然後再 住一晚 然後第二天再回到廣州 周末是下來看釋戒的 其實釋戒的時候在內地不准做的 其實是 所以我就說有些事情 就是為什麼香港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是在內地做不到的 你一定要利用這個優勢 現在 其實很老實說 香港整個社會有很多人都是不理會這件事情 各樣的事情都說要學內地 你學內地就沒有一個不同了 你就跟內地一樣了 那跟內地一樣 別人要不要來看你 Keith Young說得對 就是以前的大陸人來香港看3D肉蒲團 這個是老蕭的 這個也要承認他在這件事情上 他是做到一個 gimmick出來的 就是阿蕭 其實應該 很多事情不是阿蕭搞的 就是一哥搞的 就是蕭定一搞的 這些 gimmick 他是可以帶動到香港人的 他說 我就是遷偎書記的爸爸了 就算不能帶動人來香港 也可以帶動起香港風潮 現在就是要拍一些事情 內地上不了 香港的題材又獨特別 又可以抓到內地人的獵奇心態 其實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自由一點才行的 Yuan Wei 就說 色界內地有上 不過剪了 其實人們想看完整版 就是想看梁朝偉的鈴鈴 為什麼說梁朝偉要說色界? 就是因為它是經典的 因為要看它的鈴鈴鈴 Terry Channel 學內地就收到香港獨特性 我不是說不能學內地 有些事情是要學內地的 其實最好就是立法會議員的工資學內地 那就對了 就是政界的人工資學內地 我是絕對舉腳支持的 但是你很多事情 根本學內地 這些事情是搞死香港的 那些人是 那些人是 多謝北川內富 也多謝你的支持 其實這個是很瘋狂的 Mirenda Lee 就說去銅鑼灣書局買禁書 其實 坦白說 禁書那些東西我真的覺得很小事 坦白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有些常識都知道是亂作的 是編劇那樣作的 你將它變成了政治事件 有些人自己又催到自己 嘩!你到底我是反共義士啊 什麼東西 你又有些事情真的把光環給他 那這些事情你沒得搞的 對吧? 其實你只要說一些真相出來 那些是假的 不是這樣的 那就可以了 對吧? 對吧? 你明白嗎? 那 Patsy Wong說 梁家輝的情人也有露 露了噹噹就行了 梁家輝在情人那裡不是露噹噹 他是露了一個完美的屁股 有一點點的噹噹可以看到的 他在情人那裡就是 喏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在香港 其實都是要拍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麼 那麼 閉羽家人又說 孤主一閘也很好看 很收得 這是在內地拍的 孤主一閘就 但是我現在期待 就是梁朝偉和劉德華之後拍的那一套 他是定了黨的了 因為我之前看過英網的廣告 因為接下來的這套 就是梁朝偉和劉德華那一套 就是楊壽成投資的 這個不是幫他賣廣告的 不過他 也是為... 我覺得 也是為香港電影出力的 只有古先生是不夠的 要有更多的演員 我認為也是在香港繼續做的 那片酬可以收信一點嗎? 因為不是合拍可以收信一點嗎? 我相信有些真的愛電影的演員 他是會做的 我的看法就是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就說那一套叫金手指 就是那一套了 我也忘記了那個戲名 我經常都忘記那個戲名的 有時候現在的記性很差的 比以前差了很多 中了新冠之後真的是大催活 最後提醒大家 現在新冠的死亡數字在美國 開始上升 死亡和住院數字和case數 也是在上升的 那麼 但是還沒需要擔心的 不過你自己決定戴不戴口罩 這是你自己想的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明天 就沒得和大家見面了 後日希望回來 後日希望回來 但是也不敢肯定行不行 就這樣 拜拜 謝謝大家 outer一回 分享 去 …… 劫 踩 ral 詞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